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昨天一名印度籍女游客 在经过吉隆坡印度清真四路的时候 坠入了八公尺的深坑 这件事举国关注 大家都对那位不幸的游客 还有她的家人感到同情 如今已经过了一天半 但是人还是没找到 今天下午金马景区主任阿芬迪助理总监 就告诉媒体 搜救队 打算要扩大搜索范围 打开事发地点附近的六个印警 搜救队相信 这个失踪者可能被困在其中一个印警当中 虽然吉隆坡市长昨天已经强调 事发地点周围依然是安全的 但是吉隆坡市政局 依然会继续地监督和检查 而来到今天 警方则进一步劝请民众和游客 尽量不要前往事发地点 而周围的商家 也最好暂时停业休息 这主要是因为弟弟排出的气体 对人体有不良影响 一名印度籍女游客 昨天早上走在印度青春寺前的人行道时 地面突然坍塌 女游客整个人掉进地洞里 当局在进行长时间搜索后 还是找不到他的踪影 今天早上搜救队伍 扩大搜索范围 吉隆坡金马景区主任阿芬迪 召开记者会时表示 尽管吉隆坡市长昨天已经强调 事发地点附近的建筑物不受影响 不过由于弟弟排出的气体 会对人体造成影响 因此不只是民众 警方也呼吁附近商家 能暂停营业 配合搜救队伍的行动 与此同时 吉隆坡消防及拯救局 助理局长法达也表示 虽然相比昨天的情况 今天的地下水位较低 但水流依然团急 因此为了安全考量 他们只会派一名消整人员 进入地下水道搜索 这一次的事件 也引申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地下 城市地下的管道和电缆 没有被标示在地图上 通讯部长法密 今天就促请吉隆坡市政局 与相关机构合作 绘制地下公用设施的地图 来避免发展计划推进时 发生任何意外 他举个例子说 某个地区要开发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条大型的 国能公司电缆 但是这个电缆 并没有被标示在地图上 法密认为 我们不仅需要地面上的测绘 还有地下公用设施的测绘 也是需要的